我是索尼克 這是我的稱號這樣子 我來自台灣 你好 我來自台灣 來自台灣 台灣 我是台灣人 就是這邊是一個很民族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很開心 沒錯 我們常以台灣自稱 稱呼自己是台灣人 Taiwanese 國際也經常稱呼我們為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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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看似理所當然 畢竟大多數的我們住在這裡 但當我是台灣人的標籤 在這社會上被大家認同時 離島的居民是怎麼想的呢 畢竟我們的領土 可不只有台灣島 離島人會稱呼自己為台灣人嗎? 他們會認同台灣人這個標籤嗎? 今天就讓我們以金門為主角 來聊聊金門那錯綜複雜的認同關係吧 金門與台灣 雖然現在都歸同一個政權管理 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兩者交集其實並不多 金門很早就受到古代中國影響 早在九世紀唐代開始 就有派關到金門養馬開墾的紀錄 而台灣因為太過遙遠 F...F...F...Fomosa 直到17世紀的正式政權 F...Fm.....Fm..Fm Intro 和大清國統制 Fm...Fm... loh hungry 反正我是要了啦 還有大量的中國沿海居民移居 當中國再次替換政權 換成了大家熟悉的中華民國 這齒的台灣 卻早已在日本管轄範圍之下了 金門在中國 台灣在日本 一邊 一國 日本統治 對台灣與金門的閩南文化大得差異 像是語言的部分 梁蒂的閩南語腔調就略有不同 我會說基本句話給大家聽 今天很開心 大家有愛來問舅舅 等一會我就走路來發生什麼東西 台灣還保留大量的日語發音 日本語的便宋吃便當 病院的便宋吃便當 從這句就可以得知 台灣閩南語的某些字 與日語的發音是很像的 之前很紅的 你是在講三小喔 你是在講三小 並不是 然而台灣島民的台灣意識 就在日治時期的許多社會抗爭 與寢願運動中萌芽長大 金門與台灣的認同開始走向分歧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台灣換來了中華民國接收 統治者一樣了 還大說國語 說的話也一樣了 兩面差異越來越小 應該也越高越近了吧 恩... 沒有 金門與台灣的認同 反而開始越走越遠 為什麼呢? 戰爭 國王內戰使得國民黨政府節節敗退 中華民國整組撤退來台灣 金門轉身 成了保衛中華民國的最前線 當然免不了 成為戰爭的首要目標 自1949年開始 雙方的砲擊聲響撤金門20餘年 代表是1958年8月23日下午6點半 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對金門砲擊 一個多月內在金門落下了47萬余美的砲彈 這就是823砲戰 戰爭使金門走向了不一樣的道路 一個極度軍事化的社會 十萬大軍抵達金門 住宅 名稱用品被徵用 金門人不只男性 連女性 國中小學生 長者 孕婦 都要編入民房自衛隊 接受軍事訓練或任務 為了防止匪碟滲透 政府也實行了很多特殊的政策 像是政府發行的現金門通用的貨幣 讓它無法直接與新台幣流通 防止匪碟擾亂台灣經濟 還限制金門通訊 對外不能使用電話 只能透過書信和電報 連收音機可以收聽的內容 都受到管制 身處面對中共的第一線戰群 早期金門居民來台灣 甚至需要許可證 而這張許可證 不只申辦手續複雜 還只能單次往返 同在中華民國下 金門人到台灣 就像出國一樣麻煩 而當時台灣呢 台灣那時正從進口替代 轉成出口導向 是個經濟起飛的日子 在同一個政權下 兩個地方 卻過著完全不一樣的日子 戰爭結束後 金門的土地留下傷痕 印記 經歷的事情 則成為愛國主義的催化劑 無妄再舉 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 種種口號 愛國思想 都隨著炮火刻印在金門人身上 儘管金門的炮聲 在1979年大致止息了 但金門仍不改軍事管理 1987年7月15日 台灣人歡慶解嚴當天 金門卻是持續戒嚴 直到1992年才結束 金門走過戰火的那段日子 是台灣島上的人民難以想像的 他們守住了前線 但回頭望向他們守護的國家 卻越來越陌生 80年代後的台灣 民主化與本土意識抬頭 也逐漸以台灣取代中華民國 作為國家品牌在國際上活動 對金門來說 台灣是一塊難以踏足的地方 是一個幾百公里外的島嶼 而中國廈門則在短短9公里內 高樓清晰可見 在開放小山通後 金門與對岸的往來越來越頻繁 2018甚至今夏通水 兩岸共影一江水 心向著國家看不見的陌生奔倒 經濟與生活卻越來越靠近敵國 總共因素構成了金門複雜的認同 回答開始問的 金門人會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嗎? 可能有點難 每個人會因其身處的環境 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 寫原、地緣、經濟、生活經驗、教育、境遇 現實趨勢等等 而有其獨特的認同 在看完金門的故事後 我們又該怎麼說自己是什麼人 又該怎麼理解與自己不同的認同 這個問題就教給大家自己去思考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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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